獲利六種 獲利六種 或者這個醋呢 可以分為六類 為苦 這樣的醋呢 當中使令我們 生起這個苦壽 或者熱 能夠使令我們 生起這個熱獸 不苦不熱 那麼就是舍獸 也不苦也不熱 這樣的醋 巨生 巨生的這個醋 我們生 生起來 就有這樣的醋 就叫做巨生的醋 所至色 能至色 就是這樣的醋呢 是屬於 所至這一類的 或者呢 是能至這一類的 那麼所至呢 指的呢 就是沉垢 身體上呢 有種種的這個沉垢 那麼呢 叫做所至的 當我們像 沒有洗澡 那麼這個沉垢呢 灰塵呢 它就會累積 那麼累積當中呢 你所感覺的 所觸的這樣的醋呢 就叫做所至色 那麼能至是什麼 就是水 這個水呢 可以洗除這個沉垢 它能夠對峙 這樣的沉垢 所以呢叫做能至色 或者這個所至呢 或者這個所至呢 就是身體上 我們有種種的病痛 那麼這樣的病呢 就叫做所至 當然這個病呢 發生了 這樣的處呢 也不好 也是痛苦 那麼能至色呢 就是這個藥 所吃的這個藥呢 它能夠去治療這個病 所以呢叫做能至色 一個所至一個能至 這個就是六種 獲利七種 未堅硬處 就是讓我們 使令我們感覺到堅硬的 比如說這個地呢 大地 這個地板 屬於堅硬的 這樣的處 流失處 這個流失呢 或者是屬於 軟性的 比如說水流 那麼這樣的處呢 就是和堅硬是相對待的 流失 暖處 這個呢 就是有溫度的 比較溫暖的 這樣的處 動處 就是呢 在活動當中的處 屬於動態的 跳舵處 有跳呢 就有舵 那麼這樣的處 磨暗處 磨暗處 這個呢 就是按摩 這個身體呢 在接觸的時候 在按摩當中 所感覺的處 身變異處 身變異處 當我們的身體 有所變異的時候 那麼呢 這也是一種處 當然這個變異呢 比如說 從這個 少年 一直呢 在變異當中 往這個老 在變異 他呢 就是 時時刻刻呢 都在變動 這個年紀呢 就是越來越大 那麼當中呢 你所感覺到的處 或者忽然間有病了 身體呢 就有所變異 那當然呢 就是 也是一種處 或者呢 你本來 有病痛 那麼呢 漸漸好了 他也是在變異 這個呢 就是七種的處 那下面呢 他就解釋了 未失法等 他在解釋什麼 解釋前面這個流失處 他講流失處 那流失 指的是什麼 可能不太明白 所以呢 這個造論的 這個 米勒菩薩呢 就解釋了 什麼是流失 就是失法的意思 讓我們感覺到 很失很華 那麼呢 這個就是流失處 特別解釋出來 那其他就比較容易明白 就不講了 霍利八種 為手觸觸 這個手呢 去 碰觸 當中 你所感覺到的觸 這兩個觸的字呢 第一個字呢 指的就是碰觸的意思 由經由這個手 這個物體呢 碰觸到的 那麼第二個呢 第二個這個觸字呢 就是這裡所講的 這個觸的境界 所以呢 就是手觸觸 那麼快觸觸呢 一樣 這個快呢 指的呢 就是石塊 石頭 那麼所碰觸到的 這樣的觸 杖觸觸 刀觸觸 這個杖 木杖 那麼刀 有碰觸觸 有碰到的 冷觸觸 暖觸觸 這個冷跟暖 冷熱 一樣 那麼 雞觸觸 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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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雞一個渴 那就是 八種的 八種的觸 那麼這八種觸呢 就是 屬於 不好的 屬於有破壞性的 不管是有情物 或者無情物 為這些 為這八種觸 所觸呢 就是會 有所損壞 這後面也會講到 這八 八種 獲利九種 這個九種呢 如相說 過去現在未來 指的呢 就是這些 獲利十種 或者呢 可以分為十類 餵食醋 飲醋 乘醋 衣醋 吃的食物 那麼喝的這些飲料 你所成的 這些交通工具 那麼穿的衣服 這當中呢 都有醋 莊嚴聚醋 也是一樣 床座醋 這個床啊 或者這個座椅 當中也是有醋 雞凳 台枕 極方座醋 這個雞呢 就是小桌子 這個茶雞 台枕 那當中的椅子 椅子的意思 或者台 四方寬廣的 這個叫台 那麼枕 就是我們頭部所依靠的枕頭 以及方座 這麼一個地方安立一個座位 就是方座 那麼這當中種種的都有處 女處男處 這兩種 那麼筆二相似受用處 這個筆二指的是什麼 就是前面的男女 由這個男處跟女處 就是筆二 筆二相 由這兩種 所受用的這個處 那麼就是這個男女欲 指的就是這個 那麼以上就是十類 這個就是處的部分 下面呢就講這個法 舌身相畏處法 略說法界 若假若實 有八十七法 這個法界呢 法 就是為義所行的 這個後面也會講 那麼這個法當中呢 舌身相畏處法 前面五種都講過了 那麼現在講這個法界呢 法界的包括就比較廣了 若假若實 這個甲呢 就是有名無體 它唯獨只有名稱而已 那麼實在呢 沒有體性 比如說我拿這個杯子 那麼這個杯子呢 它有名稱 那麼也有實在的體性在這裡 這個呢可以稱之為實 因為它是由因緣合合所創造的 有因有緣這個法升起的 雖然它是 它是因緣法 但是呢 就為式的道理來講 它是實有 實有的體 那麼假法呢 就是相反 它是沒有這樣的體 它唯獨只有名而已 唯獨只有名稱 只有這個語言文字的 這個名稱 比如說我們說龜毛 烏龜呢 它是沒有毛的 它沒有這樣的實在的 這樣的東西存在 那我們說有一個龜毛 那當然它只有名稱而已 或者說這個兔角 也是一樣 兔子呢 是不長角的 那我們當我們想像一個兔角出來 這個兔角呢 只是一個名稱而已 實在上 它是沒有這樣的體性 所以說呢 這個法 分為這兩類 一個呢 就是假法 一個呢 是實法 那麼不管是假法 或者是實法呢 屬於法界這一類的 總共呢 有87個法 比附雲合 那麼比87種法 又是怎麼回事呢 為心所有法 有53 這個心所有法呢 就是心所法 那麼這一部分的法呢 有53種 我們說這個 眼耳鼻舌生意 這個六四 那麼再加上 第七個莫娜四 第八的阿賴耶四 這八個四呢 是心王 那麼 和他相應的 和這個心王 這八個四 相應的 有種種的心所法 這個王呢 就好比國王一樣 那麼心所法呢 就是和他配合的 就如同這個 這個大臣 他是配合心所的 配合這個心王的 這些心所法 當心王在活動的時候 就是有這麼多的心所法 和他互相的配合 那這53種心所有法呢 始從作意 從最初開始呢 作意的心所 這是第一個 乃至巡視為後邊 最後的巡跟巡視 就是最後這兩個 那麼加起來呢 中間包括了 總共有53個 這53個在卷一的地方 有列出來他的名稱 在前面有講到 有這個名稱 那麼這個就是心所有法 這個呢 也是屬於法界的一部分 他不是舍身相畏處 他是屬於法界的這一部分 那麼他也不是言而逼舍身意 因為他是心王 因為他是心王 所以他是在屬於法 所以他是在屬於法 這一部分 法處所色色有二種 那麼心所有法 有53個 再加上法處 所含色的這個色法 他有兩種 前面的這個 舍身相畏處呢 的這個色呢 他是有 有這個體性的 他是有實在體性的 這個色法 那麼現在呢 可是還有一類的色法 他是屬於法處這一類的 他不是前面的這個 舍身相畏處的這個色 是除了那個色以外 還有其餘的色法 那麼那樣的色法呢 是歸處在法處這一類的 這個法處呢 就是法界 從18界12處 不同的立場來講 有分這個界跟處 但是都一樣 屬於法這一類的 那麼這一類的 設法呢 有兩種 為律以 不律以 所設的設法 這是一類 這個律以跟不律以呢 這個前面也講過 就是呢 你受了這個界 你受了這樣的律以 那麼呢 經由你所受的這個律以之後 在我們的內心呢 發起了這樣的想法 我呢 決定不違反我所受的這些律以 我要守持這樣的律以 那麼經由你的這樣的想法之後呢 你去遵守了 那麼表現在外的這些行為呢 我們都給他假設一個 叫做律以的設 那麼這個不律以呢 就是相反 就是和這個律以呢 是相反的 也是一樣 比如說這個 我們說這個 你造作這個殺業 那麼你以這樣的殺業呢 為你的職業 我的內心就是這樣的思想 我呢 以這樣為 為我的 生活的所需 我就是要這樣子做 那麼表現在外的人 這樣的設法 就是不律以色 那麼這樣的設呢 是假安利的 它不是實在的設法 它只是一個安利的 就 我們所表現出來的 我們安利這樣的設法 那實在不是 三摩地所行設 這個三摩地呢 就是禪定 當我們得到禪定之後呢 你在定中呢 就你在定中所觀察的 這個境界呢 它呢 都能夠 變現出來 能夠顯現出來 可是這樣的設法呢 是實在有的 由定中所變現的 你的定心呢 你這樣的想 當你入定之後 你這麼樣觀察 那麼就會 那麼就會 如你心所觀察的 這樣的境界呢 它就會顯現出來 它是實在有的 那麼 這兩種的設法 都包括在 法處所設的設法 因為這樣的設法呢 它不是眼 眼根所形的境界 眼睛看不見 它是內心 第六意識的境界 所以呢 含設在 法處這一類 就是這個意思 那麼這個 法處所設的設法呢 這裡說有兩種 那麼在其他的論呢 有講過五種 這個在前面也講過了 那麼五十三個 再加上這兩個 就五十五個了 不相應形 有二十四種 這個不相應形呢 什麼叫不相應 就是它不屬於設法 也不屬於心法 它不屬於設法 那麼呢 也不屬於心法 這個一切法呢 大概來講 除了無違法之外 其餘的 就是設法跟心法 那麼設法呢 就是設身相畏處 這個呢 都是設法 那麼心法呢 我們說 眼耳鼻舌生意 這六個四 這些呢 都是心法 當然眼耳鼻舌生根 這也是設法 一切法不外乎這兩種 那怎麼會有不相應形 就是它不含設在設法 也不含設在心法 不屬於這兩種 在這個小秤呢 小秤呢 小秤的這個說一切有部呢 它怎麼安利呢 在設法跟心法之外 它還有一部分的法 那麼核心不相應的 它安利這麼樣的一個法出來 它在設法跟心法之外 那麼又安利了 安利了種種的法 可是這樣的法呢 是不合心相應的 可是呢 它是實法 實在有的 那麼實在有的話 當然它是屬於有違法 這是屬於有違的實法 那麼又不合心相應 不合心相應之外 它又不屬於設法 也不屬於心法 那麼在這個呢 就叫做不相應 不相應的法 那麼為什麼有一個行呢 就是它在五運當中 捨受想行事 這當中呢 這樣的法 它是屬於行運的 所以呢 叫做不相應行法 不合心相應 可是呢 又是屬於行運的法 這個行呢 一切有違法都是行 可以這麼講 一切有違法 凡是有造作的 這一切有違法 都是行 行運在內 可是它又不合心相應 那麼叫做不相應行法 這個是小乘的道理 那麼在維世來講呢 什麼叫不相應行 它呢 只是在這個設法跟心法當中 種種的差別而已 它還是屬於設法心法在內 那只是就 設法跟心法當中 它有種種的不同的差別 然後呢 又安利出來這 這麼多的 不相應行法而已 它並不是實在有的 如果是小乘的 說一切有不的話 它是說這些 不相應行法是實在有的 實有的法 那麼維世就不承認它是實有的 它是假法而已 屬於假法 那為什麼是假法 因為它還是屬於設法跟心法當中 只是從不同的立場 來分別有這麼多的不相應行而已 那麼這個不相應行呢 這裡呢 有24種 24種當中的第一個 為德 這個24種呢 它這裡只列出來名稱 沒有解釋 那麼在後面的56卷 4473頁 那麼那裡呢 會有解釋 它會講 根據什麼樣的理由 來安利這24種 不相應行法 第一個呢 是德 就是獲得的意思 那麼獲得的意思呢 這當中呢 你們到時候可以 看這個56卷 那我大概解釋一下 這個德呢 有三種 一個是種子成就 我們成就的這個種子 那麼第二個呢 自在成就 那麼第二個呢 第三個呢 現行成就 這三類都可以稱之為德 那麼怎麼叫做種子成就呢 就是 就是 這個一切法呢 就是染無法 以及無際法 或者呢 這個生德善 的這個善法 當它沒有被破壞的時候 它的種子沒有被破壞的時候 比如說呢 我們這個染無法 這個貪稱之呢 這個染無法呢 那麼在世間的道理來講 我們修定 可以降服這些染無的雜染的法 調補它 使令它呢 不升起現行 或者說我們修學這個聖道 當我們呢 成功了 你證悟了第一地之後呢 那麼這些染無法 無法拿無際法 乃至你入無於涅盤之後 這些法都會被破壞掉 那麼當這樣的法 在沒有被損壞之前 可是呢 它還只是在因的階段而已 它有種子 那麼叫做種子成就 也可以叫做德 或者說這個善法 我們說聲德善 這樣的善法很殊勝 但是呢 你一旦有邪見的話 邪之邪見的話 那麼呢 它也會破壞這樣的善法 那麼我們也可以說這個善法呢 種子被破壞 可是當種子沒有被破壞的時候 這樣的法沒有被損壞的時候 都可以叫做種子成就 那麼呢就是得 獲得的意思 你有具足了這樣的法 叫做得 得到了 第二個呢 這個自在成就 就是屬於初世間的 初世間的這個善法 那麼呢 它還是一樣 因為這個初世間的善法 它呢非常的殊勝 將來呢 將來呢 能夠使令我們 得到這個解脫 那麼在 當它還沒有現行之前 我們有具足這樣的善法 叫做自在成就 就是我們有無肉的種子 那麼就叫做自在成就 成就了這樣的 具足了這樣的法 也叫做得 第三個呢 現行成就呢 不管是世間法 或者是初世間法 當這個因 得到果報的時候 種子生起了現行 那麼也叫做得 因為這樣的法已經出現了 就叫做得 你獲得了 它的相貌已經顯現出來了 所以得呢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你得到 那得呢 就是一個 一個概念 實在來講 就是這麼樣的概念 它不是始有的 它只是就 我們有具足這樣的 法來講 就是說我們有得 你獲得了 那實在呢 沒有一個 始有的法 叫做得 那麼無想定 這個無想定呢 也是一樣 怎麼叫無想定呢 就是當我們 已經遠離了 三殘的 這個貪 我們說呢 欲戒有欲 可是呢 你到了舍戒還是一樣 你對於 你所得到的禪定 你也會愛著它 初殘 二殘 每一個殘都有 可是當我們 遠離了 三殘的貪之後呢 就是進一步你獲得了四殘 你遠離了三殘的貪之後呢 你就進一步得到四殘了 可是呢 四殘 包括四殘以上的 這些貪呢 你還沒有遠離 因為你 你等於 對於這樣的 這樣的境界呢 這樣的貪呢 你還未能夠遠離 那麼簡單講就是 你在四殘的當中 可是這個時候呢 為什麼叫無想 這個時候你有這樣的一個 希望 這樣的念頭生起來 就是說這個想呢 我已經厭倦了這樣的想 這個想對我來講 就好像這個 生的重病一樣 身上長的這個濃瘡一樣 那我呢 非常希望的遠離它 那麼我要遠離這個想怎麼辦呢 就要滅這個想 在四殘的當中呢 我為了要滅這個想 那麼我就要修這個 要努力的去除這個想 那麼等到你成功了 在這個四殘當中呢 你修這個 滅除這個想成功了 你就得到了這個無想定 所以這個無想定怎麼講 即使呢 只是沒有想而已 在四殘當中 那麼呢 你又出離了這個想 因為這個想呢 對他來講也是很苦惱 會擾動他的心 所以呢 他不願意這個想 一般人也是一樣 一般人呢 你這樣工作下來 經常在想事情 那麼久了 你也會感覺到 想呢 在思考當中呢 也是很疲憊 所以呢 對他來講 他就不喜歡這樣的想 那麼成功了 他就出離這個想了 就入了無想定 所以這個無想定呢 不是說有一個實法 叫做無想定 就實在來講 只是出離了這個想 沒有想而已 就沒有想的這個立場來講 就叫做無想定 那麼滅盡定呢 也是一樣 就是 這個無想定呢 前面的無想定是 凡夫在修的 聖人是不修無想定的 那麼這個滅盡定呢 就是聖人所修的定 那怎麼叫滅盡定呢 就是說 這樣的聖人呢 他已經遠離了 無所有處的貪 無所有處的煩惱 他已經遠離了 這個無捨戒呢 第三個天 第三個禪 這個空無邊處定 事無邊處定 跟無所有處定 第三個定 他已經遠離了他的煩惱了 可是呢 他一旦遠離了這樣的煩惱之後 他就進一步得到了 非非想處定 但是當他在這個非想 非非想處定的時候 他還是一樣 他也是厭離這個想 他為了要止息這個想 以及這個受 那麼他生起了這樣的念頭之後呢 他呢 要滅除去這個想跟受 那麼這個時候呢 他就入了這個滅盡定 他一旦入了滅盡定之後呢 他想也沒有 那麼受呢 也沒有 完全呢 就是在一個 沒有受想的一個狀態 就是在休息 聖人呢 入這個定呢 目的呢 就是為了休息 他這個時候呢 有的是什麼 就是剩下這個阿賴耶士 其他呢 前七世都已經滅除了 那麼剩下阿賴耶士 也沒有想也沒有受 所以就根據這樣的道理來講 安利這個滅盡定 那麼無想益守 這個無想益守呢 就是無想天的果報 前面說修這個無想定 那麼修無想定成功了之後呢 你有修過無想定 那麼當你死掉了之後 就會生到這個無想天 去那邊得果報 那麼一起的生命當中呢 有五百大節 就是在這個無想天那裡 那麼這個無想益守 怎麼安利呢 就是根據 已經生到無想天的 這個友情 那麼當然你一旦 生到無想天 一旦生到無想天之後 他就入了這個無想定了 那麼呢 也是遠離這個想 就是根據這樣去建立 無想益守 那麼命根 命根呢 就是依據過去式的業力 所引得的這個果報 現在的果報 可是呢 這個果報呢 他生存的時間 他是有決定的 那麼就根據這個生存的時間 決定來講 稱之為命根 就我們一般講 壽命 都有一定 那麼他這裡就講命根 過去式的業力 所引得的這一式的果報 那麼這個果報呢 他要安住多久 這個時間呢 是決定的 根據這個立場來講 就叫做命根 那麼眾同分 這個眾同分呢 就根據 這個一切的友情呢 有相似的這個立場 就安逸這個眾同分 比如說呢 人跟人呢 都是同類的 都是相似的 那麼動物呢 和動物之間都是相似的 可是還有種種的分類 比如說人當中 這個黃種人 白種人 黃種跟白種 他就不相似了 就不能講同分 那黃種當中呢 又分為 比如說這個國家 大家跟這個國家的人 又不一樣 所以這個眾同分呢 也是不決定的 就根據相似的 這個角度 都可以稱之為眾同分 或者說我們都 同做一個事業 大家都修學盛道 那麼呢 我們就是同分的 眾同分 那麼跟其他 不修學盛道的 就是異分的 就不一樣 那麼異生性 這個異生性呢 就是根據 友情呢 當他還沒有生起 這個初世間的聖道 的時候 在生起初世間聖道之前 都稱之為異生性 那麼聖人呢 就是同生的 他的見解思想 都是相同的 那麼造作的都是相同的 異生就不一樣 造的業也不一樣 那麼有種種的思想見解 那麼得的果報呢 你看這麼多 我們說六趣或者五趣 大家都不一樣 所以呢 叫做異生性 那麼生 老住無常 這在前面也講過 生呢 就是根據這個法 現在出現的 那麼就叫做生 好 那麼老呢 就是前後變異 叫做老 前跟後呢 都不一樣 叫做老 那麼住呢 其實生出來之後 到滅去之前 都可以稱之為住 那麼無常呢 就是生出來之後 那麼又滅去了 就叫做無常 那麼舊的呢 就是生住異滅 這裡就叫做生老住無常 明聚 聚聚聚 文聚 那麼這個名 這三種呢 就是明聚文 那麼明聚文呢 就是根據 言說的 眾生的 這個言說的需要 而安利這樣的 明聚文生 當然我們這個語言文字 它是沒有實體性的 它唯獨只是這樣子而已 就是語言文字 離開了語言文字之外呢 沒有一個實在的法可得 那麼這個明聚文呢 它在後面呢 會有解釋 它當中呢還有種種的差別 那麼這邊就先不講 這個流轉 什麼叫流轉 就是根據一切法的因果的相續來講 叫做流轉 由因生果 過去的因 那麼現在得到果報 那麼它又相續的 一直延續下來 就稱之為它是流轉 就根據這個法 因果的這個階段來分 就叫做流轉 那麼定義呢 就是一切法的因果呢 它是決定的 不會混亂的 你善因它是決定得善果 那麼惡因就決定得惡的果報 它是決定的 那麼叫做定義 一切法它生起總是有它的因 那麼它過去栽培這樣的因 將來呢就得什麼樣的果 不能說呢我過去心善 那麼現在呢 會貧窮 會得這個不好的果報 不會這樣子 叫做定義 那麼相應呢 就是因和果呢 是相稱的 彼此間呢 不會說其實跟前面意思呢 也是差不多 因和果呢它本身呢 是相稱的 這樣的因 它會有和它相稱的果出現 那麼這樣的果呢 你也可以推就 它和以前的因呢 是應該是這樣子 它本身呢是相稱的 那麼這個四數呢 就是一樣 一切法它的流轉當中呢 根據它在這流轉的 這個時間 非常的迅速 叫做四數 那當然也不一定說 或者說我們說這個動物 在行走 那麼這個速度呢也是很快 也可以叫做四數 那麼這樣講這個四數 這個速度呢 也是一個概念而已 沒有一個死法 稱之為這個四數的 那麼一切法在流轉 它是岔挪岔挪的生滅 它當中在變化呢也是非常快 那麼這也叫做四數 次第 這個次第呢 也是還是一樣 根據一切法 它呢前後的一個一個 流轉的這個限期 有前有後 那麼呢 就稱之為次第 有前到後 那麼一個出現之後呢 下面下一叉挪 又同樣的法呢 又相續的下去出現了 有前有後 一一的限期 就叫做次第 這個死呢 這個死呢 就根據 這個流轉的這個法呢 它不間斷 前後呢 它相續不斷 那麼呢 就安立為這個死 那麼這個方呢 就根據這個 一切的設法 它所處在的 這個地方 來安立它 種種的方位 那麼叫做方 比如說呢 東南西北上下 這個方位 是根據這個設法 去安立的 有東跟西 是相帶的 那麼西呢 它當然 在東的立場 它叫做西 可是呢在其他的 的立場來講 它可能又不叫西了 所以說是相帶的 那也不決定 那麼這個數呢 就是一種種法 我們要度量它 它的分歧到什麼地方 那麼安立這個數 因為法呢 並不是單獨的而已 很多 那當我們要去 度量它 去明白它的話 就會安立這個數 這個數量 數目 和和不和和 這個和和呢 有因果 以及眾員相和和的聚在一起 那麼叫做和和 聚集的意思叫做和和 比如說我們大家要共同成就一個事情 那麼聚在一起 這個也叫做和和 或者說這個生團 彼此間呢 大家的思想都是一致的 那麼叫做和和 聚集的意思 集會的意思 那麼呢就叫做和和 相反的話呢 就不和和 那麼以上呢就是 24種 不相應刑法 不和心相應 那麼是根據什麼 根據這個心 跟這個設法 它在不同的 分為不同的階段當中 去安立的 安立這麼多的 不相應刑法 那麼這個有24種 再加上前面的 55種到這裡呢就是 79了 79種 無為有八事 這個無為法呢有八種 為虛空 第一個無為法叫做虛空 虛空呢虛空無為 什麼叫虛空無為 就是 設法 非有 當一切的設法 消失了 滅去了 這個時候呢 所顯現出來的 又叫做虛空 當這個設法 還存在的時候 它在這裡呢 佔據一個處所 在這裡顯現 可是當這個設法 已經滅去了 沒有了 那麼沒有的話 這個地方 所顯現出來的 那麼就叫做虛空 所以虛空無為 就是由這個設法 消失了 所顯現 顯示出來的 那麼 非則滅 非則滅無為 這個非則滅呢 就是 如果當有其他的法 它有因緣獻起的時候 那麼它這個時候 它就會獻起 可是當它獻起的時候呢 那麼之前的法 它就不得升起 那麼當它不得升起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 這個法怎麼回事 它滅去了 它這個時候呢 它是屬於極盡的 的狀態 那麼這個時候呢 叫做非則滅無為 一切法呢 都是因緣合合而生的 那麼它有因有緣 出現的時候 它不是永久的存在 因為它是無常 那麼當它無常的時候呢 它就會變化 就會滅去 所以當這個法滅去的時候 它是屬於什麼樣的情形 就是 歸於極盡的狀態 我們一般講 入涅盤 比如說這個聲音出現了 那麼出現 它是有因緣的時候出現的 可是當它因緣沒有了 消失了 這個聲音呢 講的話 它下一剎弄 它也就跟著消失了 那麼消失這個聲音跑去哪裡 可以說它入涅盤了 因為它滅去了 它已經歸於極盡了 那麼這個時候呢 就是非則滅 它已經入於無為了 已經滅去了 這個叫做非則滅無為 它是 因為它不需要檢測 一切法的 它的自然法則就是這樣子 法一限起 它就會滅了 它不需要經過檢測 因為它自然就是這樣子 聲音也好 或者呢 你所看見的一切境界 當它出現之後 它就滅了 那麼滅了之後呢 這個法呢 它是 已經不可能再升起了 因為已經入於滅盤了 已經滅掉了 那麼這個叫做非則滅 無為 這個簡單講呢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但是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我們要看一看 我們下一個人的故事 看看我們 我們下一個人的故事